大家好,今天是10月16日,星期二 市一路一路的换步上升 今早終於出現一個技術上的突破 稍後再作分析,先看看指數 早市恆指先高到56點,去到25,446 之後有少少拉鋸如低見25,410 但買盤换步的出現 雖然步伐比較慢 但一步一步慢慢向上推升 直至接近中午的時間 指數已經高近25,666點 相對昨天的收市升了276點 在技術上,這一刻指數進一步突破了20天平均移動線 即是現在的恆指走在10天、50和20天線樓上 這是刺激人 第二,指數也突破了今個月2日高位25,639 簡單說,11月份的市 現在這一刻已經扭轉成為先低而後高的格局 指數暫時是由10日低位24,481點 升至暫時現在的高位25,666點 而今個月的波幅也輕輕擴闊到1,185點 說真的,這個波幅還是比較小 如果今個月的波幅有1,400或者1,500點 而先低後高形態是不變的話 更加高的指數應該就一定在後面 還有一件事我想說說 就是市由10月5日的低位23,681點開始的上升 第一個高位是10月26日26,234點 升了2,553點 回頭就跌回到今個月10日的低位24,481點 然後才開始咬腰上升 在小圖上看 10月5日23,681點 和11月10日24,481點 這兩個低位是一個高低腳色的小商帝 將這兩個小商帝連條線上去 這條叫短期的上升軌 好了,向上網的 只要指數一路穩守這條短期上升軌 市市必一定是緩步上升的 第一個阻力就是10月26日的高位 是26,234點 到其時看看成交禁額 配不配合 如果配合的 就進一步向上網 就是9月的高位26,560點 看高一點的就是8月的高位26,822點 因為市的成交禁額好氣壞 動力今上不相配 所以看市要向上網 唯有就是矮仔上樓梯 一步一步去看 也可以這樣說 由10月5日的低位開始的反彈 不是一般的所謂的彈散市 不是一彈立即散 不是那一隻 因為小商帝已經形成了 而是高低腳色的小商帝 換句話來說 這個所謂的反彈 百到十個星期 可能真的會維持得到 由10月5日開始計 整個反彈怎樣都可以延續到12月初旬 而是今年的市場 累積的跌幅有7,502點 在由2月18日的31,183點 跌至10月5日的低位23,681點 我想省戶不用說 當然多多少少都綁住 基金經理亦如是 即是說 機構性投資者 在年底或年結之前 如果市是順風順水 可以給他們一個機會去分析 他們一定會做這個動作 目的就是希望 將自己今年的投資組合 稍微優化 讓他們成績出來稍微好一點 如果這樣看 只要沒有一隻黑天鵝突然撲起來 打後的市場 就算成交比較少也好 技術上、形態上 都會處於一個緩步上升的勢頭 好了 終於分析就講到這裡